美东时间27号白宫跟共和党达成了初步协议 同意要提高美国当前31.4兆美元的债务上限 避免债务违约对全球经济带来冲击 美国财政部长叶伦日前也警告 如果国会不同意提高举债上限 美国债务可能会在6月5号违约 而这个协议是双方长时间对质扣取得的突破 路透社引述了消息人士指出 拜登和麦卡锡同时也就了支出上限 达成了初步协议 双方将彻夜审来相关的这个协议内容 而麦卡锡表示预计美东时间28号完成法案内容 并且会在31号进行投票 本节九点邀请您与世界同步 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 What News 9 陈亚玲世界广报 给您崭新视野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